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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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恩恩过后的这段期间 心理的纠结其实也蛮多的 即便生涯所有大赛都已拿过冠军 但举重女神郭姓纯跟自己的对话 从没少过 但我觉得又是一个不同的郭姓纯 在面对接下来的比赛 一换到练习模式眼神立刻改变 才刚在市井赛收下银牌的郭姓纯 接下来马上得面对亚运 但无奈他的腰部追攻鼓劣还没完全好 好像每次都四年一次这样 然后就是你不是说像 14年那次受伤 然后18年其实那时候其实也有伤 就是不一样的伤 然后现在要面对 就是再多一年的这样的亚运 然后又有不一样的伤的时候 我觉得哇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个考验 过去两届亚运比赛前都遇到伤势缠身 这次备战杭州亚运依旧是要与伤共存 是不是要挑战二连霸 教练不抢球 我们最主要目标是明年号运 我绝对不会因为今年的亚运 在九月份我就把他附件的行程往前挪 不要因为亚运而破坏了我的系统的恢复 还是会有那种高低起步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想要放进计划 可以帮助学弟妹啊 还有自己继承的教练 就是可以可以进中心 虽然是首战亚运 但罗英元的表现可是很出色 五月的亚锦赛跟六月的古巴大奖赛都拿下二金一银 好成绩 无疑是接下来的亚运抢新增 举重有高多排希望的 还有曾在东京奥运拿下六十四公斤级同台的陈文慧 同样也是伤后付出 这次挑战不同量级 力求更稳定 虽然终极目标放在明年巴黎奥运 但眼前的亚运可不会因此松懈 举重女力黄金阵容 蓄势待发征战 视野不负众外 安马上旋转自如 体操好丑李志凯积极练习招牌汤马式回旋 举重女神郭信淳看着镜子反复练习修正动作 台湾运动好手们积极备战九月底杭州亚运 都将披挂上阵寻求连霸 二零二三杭州亚运名单出炉 中华队总计派出五百二十四名选手 参与一共三十二个种类比赛项目 体育署也曝光重点摘金项目 目标十斤以上 精挑细选王牌上阵 羽球李洋王麒麟 以及台湾羽球一姐戴姿穎 柔道则是杨永伟 跆拳道则是罗嘉玲 另外射箭魏云恒以及汤志军 还有桌球林云如以及郑怡靖 体操选手则是派出李志凯 以及全籍选手黄小文 都将再次披上国家队战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设计选手 有杨昆碧以及林隐欣 吕绍权也都是在上届有摘金记录 如今也都要分头出赛挑战 就盼能够连两届夺金 这是台湾黄金世代再出击 有望再判高峰 三线新闻高官宣下方明台北采访报导